在香港当前的社会气氛下,空月来风,一点风也会吸形容为十级台风。 正如难有徐家健引述路透社报道,民众内容其实熟口熟面,也没有明确安排和计划,表达的大概只有中央的意愿及期望。 此报道一出,随地产股明显下跌,亦触发传媒和靠的保原创意,为中央解决香港居住问题提供详细办法。 由地产商要交出多少钱,到任务必须完成的死线,都好像有根有据。 香港共地产行动仿佛以蓄势待发,越催越大,贩卖恐惧,也是总经济现象,潮流轻移民。 香港的末世论述实有其衍生需求,让已走的人心良,让未走的人心动,可谓各取所需,回到正题。 大家不要误会,标题中的利益团体指的不是什么神秘组织,亦非幕后操纵一切的邪恶势力。 而是遍布港九国行国业的既得利益者。 多年以来,地产霸权,土地正义之旅的论述讲得太多,漸漸造成一个错误印象。 就是香港高楼价的元空就是几大地产商。 透过官商勾结,赚尽香港人的血汗钱。 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流奴。 这个说法有多准确?是个实证问题。 前辈学者雷鼎明十年前提出的看法大家都听过,每个地产商都会梦想自己能当上房地产市场霸主。 操控大局,不赞到尽,变世不为人,就算他们怎样为此努力。 他们能做得到吗?要当霸主便必须有垄断的实力,与其他人勾结一起垄断亦可。 但香港的楼市交易量中,二手盘的成交等限是新楼的六,七倍,一手盘亦有七,八个各怀鬼胎的大地产商瓜分。 香港每个大地产商的市场占有率根本很难超过百分之五。 一零年后的今日,时而世易,不知道前辈会否坚持其看法,就当这个看法不成立。 过去一零年内地发展商踊跃在香港投地。 也在入侵本地发展商的市场占有率,其垄断力量亦金非适比,就且假设地产霸权有能力抬价,透过团积居其提高空置率来榨取利润。 另一个实证问题是这个因素到底有多重要? 这不是有没有的是非题,而是有多少的量化问题。 若果本地发展商乖乖共同富裕,把股东的私有财产跟大众分享,自愿为自己作出利润管制。 香港楼价会跌多少,一成,九成,这才是香港土地问题的关键。 我和两位男友经年累月写了几万字反复指出的,是地产霸权或真有其事。 但不是唯一因素,也不是主要因素。 男友昨日提到,最离奇的事,在工业村未地尽其用的情况下,科技员公司主席查毅超最近受访时,仍以未来厂房需求势必大增为由,呼吁政府要及早为工业村规划, 从沉租行为的角度看,这是一点也不离其的。 工业村的土地是珍贵资源,科技员公司有份决定谁可使用。 资源就等于权力,自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,呼吁工业政策特别落力。 没有市场机制,没有利润指标,土地是否得到最有效率是次要考虑了。 规划霸权,亦源于政府本身,各部门之间的官僚作风,令发展地产项目的过程越来越长,从来对楼价都有正面贡献。 归根究底,官员跟你我一样,关心的是工作成果是否符合升迁要求,而不是如何尽力令起楼过程多快好省。 此外,环保团体要求别人拥有的高尚情操,加上现有业主结合地方政团的各种NIMBY,Not in my backyard,治理行为。 无不增加密地起楼的难度,皆为楼市的利好因素,香港的高楼价,是由一众利益团体合力撑起来的,不同霸权之间关系错综复杂,重要性大小不一,手术移除的难度也有高低之分,不再容忍那种垄断。 我相信是中央政府在温馨提示后会认真调查研究的问题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